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 战火蔓延造成了多人伤亡 并且迫使大量的乌国人民逃离家园 台湾在28号紧急运送的物资 首批27顿的援助乌克兰的药品 还有医疗器材已经送达了波兰 那么捐赠仪式呢 在这个波兰首都华沙来举行 我国驻波兰代表陈龙景 将这一批的物资交给了波兰政府战略储备署 来协助运转到乌克兰使用 台湾身为国际社会民主阵营的议员 秉持着Taiwan Can Help的精神 希望可以协助乌克兰人民渡过难关 早日重建家园